在河北省鹿泉市的海山山脚下,有两座风土堆 这里的土跟其他地方不一样,土壤是暗红色的 而且这里几十年都寸草不生 当地的村民都觉得非常的奇怪 众不成处,村民们就只能用暗红色的土来烧砖 直到1991年的一天 一个村民在挖土的时候,偶然间挖到了硬硬的东西 拿出来一看,竟然发现是一些古代的青铜器 结果一传十,十传百,当地的村民都到这里来挖宝贝 导致了陵墓被破坏 一些懂得文物保护的村民们就赶紧上报了当地的文物局 后来考古专家来到这里勘察,确定了这里是一个皇陵 同时为了避免村民们再一次哄抢 政府特地派了军队来保护这里的安全 经过长时间的挖掘出土了七千多件西汉时期的文物 有银河、铜顶、蘑菇形盖、扭铜虎等器物 器物的名文上也刻有长山国王纪年的信息 根据陵墓的形制、规模和随葬器物上的名文 最后断定这一个墓就是汉景帝最宠爱的小儿子 西汉时期长王、刘顺的墓 据记载,该墓葬是中型墓 是汉代典型的土矿、数学、石果墓 中国古代陵墓非常多 还有很多等待着考古学家去研究 陵墓应该被保护而不是被破坏 好了我们今天的视频就说到这儿 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请关注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